这个是零过年之前拍的 没想到发货了 因为这个面霜我太熟悉了 这个护肤霜 感觉小时候走到谁家 那个洗手池厕所那都会有一盒 童年的回忆 可能是90后童年的回忆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卖这个呢 这个是大乐家的啊 之前就是说卖胶水退坑了 后来有时间 好像自己又开始做你了 哎上面这些怎么是黄色的 我们来尝试一下啊 哦是这个盒子的 这个标标应该掉色 手感比较肉 明显就是他们家那个 自产的胶水的那种手感很明显 有点皮皮的 嫩嫩的 比心奶高奶霜更贴近奶冻的质感 手指冲下去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比较明显的断裂 像是那种吃了一吨果冻的非牛顿 拉出来的布面也是很晶莹很薄 整体也是比较有分量感的 这个味道也很熟悉 他们家的胶水现在已经席卷市场了 我个人感觉中规中矩啊 本身我也是冲着盒子来的 大乐家做的胶水银我已经玩的太多了 所以没有什么新鲜感是很正常的了 品质还是不错的 很细腻 光泽度 各方面都是达标的 这个在不起泡的情况下 真的很贴近身体乳护肤霜的感觉 没有面糯比较皮滑 起棉以后会有一点面感和糯感 整体怎么说呢 总觉得有一种时钟待虚 虚中待实的感觉 纹路比较塌 起了50下 没有什么很好的改善 起完也不是很大 然后还是比较容易塌 他们家现在都单件包有的 我买了三盒 这个是吸奶油乳膏 是比较厚重的那一挂 这个应该是符合大多数人 对于后世起泡交易的期望的 可能底部会有一些小颗粒沉淀 无伤大雅 很厚重 布面很厚实 这布面感觉甩到人身上 能把人抽出一个印子来 突然想起之前那个综艺节目里边 用时髦间打耳光 直接一个大壁掉给删倒了 大泡泡有点难操作 也还行 技术高超 自信 这个表面稍微有一点干涩 拿着感觉很防滑 这个纹路就比较细了 但是纹路也是有点塌的 哇 这个起完之后奶油感是很足的 起完以后很细腻 接下来这个是粉铺啊 什么什么粉铺 我看这个粉铺像不像粉铺 你别说 这个应该是含有一点水边血 好像也含有一点点黏土的感觉 老板娘分量给的还是挺足的 这个有点像用了很久的散粉粉铺 表面是那种植绒的 然后上面混合了很多从脸上刮下来的粉底液 刮下来很多油脂 刮下来很多妆前乳 被糊死了的那个植绒粉铺的手感 油油糯糯 扯布也很丝滑 像粉铺 但像是油皮用了很久的粉铺 在这里面有说油皮不好的意思 油皮只是一种肤质 我自己也是混油 这三盒泥 第一盒那个有益润肤霜 适合当风面 第二盒呢适合体验一下 第三盒手感可以说是最舒服的 柔软度油润度 丝滑程度 我都比较喜欢 看一下纹路 也还可以 这个起码泡也很舒适 纹路相对比较细 但是容易塌 都是白的 玩的我现在头晕一会 这个起码也很轻松 你疯狂拉扯 也不用担心它断裂 好了今天到这了 再见啦各位小伙伴们